最近,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牵动着大家的心 可就像戴旺叔说过的那样 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最近几日,接连的好消息将希望的曙光从冰封中释放 病毒它由蛋白质外壳包裹着一段遗传信息物质构成 这是一种处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物体 它自己不能独立生存和繁殖 必须要寄生在活的生物细胞内才能进行生命活动 当人体被病毒感染后 人类的免疫系统就会被激活,开始清除病毒 除了艾滋病毒,狂犬病毒,爱博拉病毒等级少数 及其凶恶的病毒外 人类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绝大多数的病毒 而这次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 就是属于可以被人类免疫系统清除的病毒 大多数感染者只是表现出轻症 而且还有很多痊愈出院的病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性 我们只要做好个人防护 让病毒失去,一感染人群这个土壤 就能阻止它的传播和扩散 并且能最终消灭它 在春节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全国迅速响应 各级省市都采取了最严格的防疫举措 叫停一切聚众活动 公共交通停运 在车站、机场进行检疫 社区对有疫区接触时的人员上门排查 各种媒体持续发声 向大众宣传,正确配戴口罩 与洗手等预防病毒感染的方法 基本上杜绝了病毒大范围的传播 经历过十几年前非典战役的中国 对大型传染病一直在高度戒备 非典时期 因为本地没有发现病例 所以化子手握红外线体温枪 守在医院门口时 看到戴口罩的人并不多 但是这次面对新冠 到医院的人都戴上了口罩 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 不止国家的防疫措施在升级 整体国民的防疫意识也在提高 给了我们战胜病毒的信心 病毒感染人体之后 到显露症状的时间有长有短 这段感染后不发病的时间 称之为潜伏期 官方研究显示 新冠状病毒的潜伏期 最短为一天 最长为14天 这也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接触了病人 护士到过疫区 但是经过14天后 还是没有显露出症状 那么就可以判定这个人 没有被感染 再加怎么防护 1.增强卫生健康意识 适量运动 保障睡眠 不熬夜 可提高自身免疫力 2.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遮住口鼻 经常彻底洗手 不用脏手 触摸眼睛 鼻或口 3.居士多通风换剂 并保持整洁卫生 4.尽可能避免 与有呼吸道疾病症状的人 密切接触 5.尽量避免到 人毒拥挤 或空间密闭的场所 如必须去 要佩戴口罩 6.避免接触野生动物 和家庭家畜 7.坚持安全的饮食习惯 使用肉类和蛋类 要煮熟 煮透 8.密切关注 发烧 咳嗽等症状 出现此类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近就医 前往公共场所时 怎么做 1.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 与农场深处 或野生动物接触 2.保持工作场所 室内通风换剂 在人多的地方 佩戴口罩 减少接触病原风险 3.传染病流行季节 应尽量避免各类聚会 到生鲜市场 采购如何防止传染 1.接触动物 或动物产品后 用肥皂或清水洗手 2.避免接触 眼 鼻 口 3.避免与生病的动物 和病变的肉接触 4.避免与市场里的 流浪动物 垃圾废水接触